昨天,渠武署公布了一些應對風貴雨貴的超前部署 包括識別和加強巡查,220個容易出現水浸的地方 有緊急應變隊的隊伍的數目增加到160隊 運作基地都會增加超過30個 例如有120個小型渠道改善工程會在全港展開等等 是否可以有效地處理到,尤其是在極端天氣之下 一些大雨、暴風的情況之下 對於香港各個地方帶來一些水浸等等 17231,我們請多位嘉賓,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早晨 早晨 上述港的工作,昨天渠武署說到的 你覺得夠不夠呢?從你工程了解的角度 沒錯,從工程角度看,當然這些都是必要做的 而實際上,政府在過往在排雄和速雄方面做的基建 其實都是有效的 其中有些市民都未必要國策 原來我們有很多個區,在地底有很巨型的速雄前 那些就是當你排雄的能力都應付不到 那些超強的暴雨的話,速雄就發揮作用了 就是先儲存 那到那個情況的改善,那就可以一路排出去 最終就排到大海 那所以這些是必要的 那所以今次因為就吸收了上年九月的特大的暴雨的經驗 那其中當然就包括你剛才所說的 那一些小型的改善工程就一直在做 那應該第一季都會…一段時間都會完成 那另外其實還有再進一步的 比較大型的相關基建 也都是一路開展的 那包括元朗有些抗洪的措施 那另外在關塘也都有新的速紅前 那這些都是有效的 那但是今次也都特別提到說加強雨嶺 那那裡是應用一些我們已知的技術 比如在一些排水渠的沙井 那裡有一些預測 也就是說看到那個水位的高低 那另外加上有影像去看那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些都會有效的 那當然因為極端天氣引來的暴雨 有時候真的可能大到是… 就是超乎我們想像 那還有九月也有的情況 不單止全港平均的雨量大 其中某些區的雨量是特高的 比如說那時候黃大仙 柴灣那些情況就是這樣 那所以就… 那實際上你做怎樣的基建也好 都未必你能夠是… 完全可以解決到問題 即時 那所以就那個復原也要很緊要 那所以都特別強調 就是迅速復原那個工作 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工程的層面 譬如現在說有七個雨水排放系統 改善工程 會爭取一部份大約八十億 在黃國黃大仙觀塘 九龍城 港獨東 大埔沙田西貢 你覺得算不算涵蓋了一些 水浸最嚴重的黑點呢? 剛才你說到元朗說有一個抗洪設施 但今次在這個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又沒有包括到元朗 那你自己怎麼看呢? 是否有一點點都未能夠包含下去呢? 其實那些已經是批准了開展工程 所以我剛才也提到 其實在全港各種排洪 以至是蓄洪的設施 其實真的做了很多年 所以以往我們真的有些稍微的大雨 是黃國 還有去到西環、鹹月蘭 那些大雨是幾乎必淨的 現在都看到那些情況改善了 這就是證明以前做的有效 所以這次他務處特別說 比較短期的 小一些的工程繼續開展 另外另外一些比較大型的基建 也都是繼續做 我想他主要都是想讓大家自食 但是一方面就是知道政府在做什麼 另一方面其實市民都應該有所防範 另外其他很多的公共設施 包括港鐵公司 他們都出來說了 他們都會對於 例如說到時防洪的雜板 是否可以自動化 另外早些預測到水位等等 也都是大家都要做功夫 另外一個就經常都討論 尤其是在極端天氣之下 就說現在的渠務處市區排水渠的系統 就是以二八連一遇作為設計標準 有否需要因應極端天氣都要調整 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理解其實每處都說 雖然都是說二八連一遇 但是在極端天氣之下 我們所預測到的到時 就算是以二八連一遇作為一個基準 其實就是二八連一遇 究竟會是多大的豪雨 其實都會有不同 但是又不必心就說 去到五八連一遇 大家都明白 你要做到所謂五八連一遇 一千年一遇也好 其實在說的是很大很大的投放 是否真的值得這樣去做呢 所以其實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防洪、排洪、速洪 另一方面 就真的如果那個系統 未必即時應付到那些 真的說去到五百連一遇也好 那那個復原的方法又怎樣呢 其實就是從兩方面考慮的 所以為什麼說是 大豪雨之下 那個復原的安排都是相當重要 當然另一方面 就是除了洪水之外 就山田傾瀉的風險 也都要評估和做豪富 那裡就是昨天沒有話說的 實際上土地工程署 對於山田傾瀉的風險 防止 其實同樣是一直在做功夫的 過往是功夫有限 那麽也都真是減少了很多風險 但是不等於繼續 都可以是放下了算數 其實繼續要做事的 那麽特別 在上次的大雨都見到 就是九月那次 都是有些山田傾瀉的狀況 引起道路都有一些攤財的問題 所以要準備 好,謝謝盧偉光